缅怀历史瑞芳地区希望能够将金瓜石打造成生命纪念园区 主要是当地在过去因为矿业的开采十分的兴盛 就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士前来开发 其中还包括了日本人 不过这些先人也因为在过世之后 没有了后代子孙为他们祈福 所以地方则是希望能够规划一座纪念园区 来缅怀这段历史的轨迹 这一周是金瓜石的普渡法会 大家一年一度带着贡品来到万山祠 为无人祭祀的矿业鲜明祈福 原本万山祠坐落在石与中学下方的大石头旁 因风灾而迁移至新山里 古灰坛历史悠久 据记载甚至有西班牙 荷兰人 日本人的遗骨存放 早期发现黄金以后这边开始有人居住 包括之前的这一些大陆来的 或者是当初这里 这个地方还有二战期间 藏在这边之前有好几个地方的古威翁 没有人承受的 我们都通通把它移到这边来 我们就每年固定 就有一个做一个从早上开始送金 然后下午做一个普渡法会 同样是台湾历史悠久的普渡文化 位在石山里的金泉寺 一旁便有日本人留下的粉种及墓碑 沿着日本人修筑的石阶 可以走到几乎是全台最早的日治时期火葬场 当地人将建物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缅怀着过去历史 以前的这个 换这个古威翁的架子是木头的 它烂掉以后就夸下来了 案子就破掉了 它重新换的时候 不很完整 找不到名字的有17个 总共是206个 这个火葬场可以说是台湾数一数二的火葬场 在很早很早起以前 而且它是用那个煤炭 煤炭去那个 所以这个已经很久很久了 我们在地人也有人曾经在这边做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对在地来讲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嘛 我们生老病死一定要经过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都是很自然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希望 做一个很好的 让大家知道的一个生命园区的概念 所以这个区域我们希望说 市政府或相关单位 可不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漂亮的园区 就像我们金瓜石 它有一个很完整的战斧营 就是在县政府的规划下 它就规划得非常的好 那整个金泉市这个部分呢 地方人士也希望说 它可以类似把它规划成一个生命纪念园区的部分呢 来纪念矿山鲜明 然后把它做一个很好的保存跟再利用 对放鲜明骨灰的金泉寺 原为日本人的佛教步道所 因风灾改建成水泥建筑 而后透过社区与瓜山国小校友会的支持 在去年整修呈现在模样 期望将历史建物结合附近生态 在未来规划出一个整洁的生命纪念园区 不但让更多人重视在地的骨迹 也更加尊重过去的历史轨迹 记者稍微锐方采访报导